各位今天這個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鳳丁 歡迎收看生活真美好 在我們古老集前 因為我們已經生活真美好也介紹好幾集了 大家已經會聽鳳丁來介紹 我們的產銷履歷 其實應該也不陌生了 大家都很熟悉對不對 包括我們上次還有說到 食農教育的問題 因為小孩子就去培養 可以讓他們了解一些農業問題 可以讓小朋友知道我們做得辛苦 包括從小孩子開始培養這個觀念 可以補助我們的農地 甚至我們還可以幫助農業 可以永續經營 甚至可以傳到我們後一台 那麼我們今天要來探討 是要用一個消費者的角度 消費者的角度就說 我們要怎麼來對我們的產銷履歷 來做一個認知呢 所以說今天我們邀請了一位 非常特別的家庭主婦 我也是家庭主婦 但是她比我更特別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吳如瑩 我們的吳小姐來到現場 吳瑞你好 如瑩妳怎麼知道妳在插菜 妳怎麼在旁邊其實 我一直在想說怎麼可以趕公圓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麼香啊 我跟你說 老闆都沒有準備 我在旁邊我自己拿 她不怕什麼話吃 如瑩妳炒這是什麼 她這個都是用我們 產銷履歷的蔬菜下去做的 像裡面有紅蘿蔔 紅菜草 海椒 蒜頭 來來來來 這個都是我們產銷履歷的蔬菜 妳就是一個家庭主婦而已 什麼說家庭的產銷履歷有關係 對 妳不是家庭主婦嗎 對 我們自己也有農場 我們自己是 本身是種段木香菇 還有猴頭菇 蛤 對 妳家庭主婦要顧家庭 妳還要再種 還要再做生 妳比我還威大 妳怎麼跟家庭主婦一樣 對啊 都怕不知道 老師在說 我都說 我不要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這麼大 對啊 欸 如瑩妳怎麼這麼厲害 對啊 妳這樣平常時 妳就要做那個 古家庭 還要種這個喔 對啊 這都我們自己種的 我這樣說 我們先暫時 待會再來探討 因為我家庭 這樣看 我就流汗了 我身感可以先吃一下 真的喔 這是那個 這個是彩椒 彩椒 黃椒 這個也是我們產銷履歷的 那個彩椒 怎麼這麼甜啊 對 這彩椒讚耶 這個白色耶 這個白色的是我們種的猴頭菇 對 我跟你說 猴頭菇我很認識它 因為喔 我有那種最過客 你說猴頭菇的整個價值很高 對 它含有非常豐富的營養成分 聽說這個夠鬧喔 對 尤其是它裡面的猴頭菇素 它可以修復我們人體的神經細胞 這樣 所以它們是用來預防獅子 這樣喔 配角 配角 對 現在這就是紅椒嗎 對 這是紅椒 然後還有紅蘿蔔 紅菜頭 嗯 我很討厭吃紅菜頭 不過 今天你煮紅菜頭我試試看 它非常的甜啊 好甜喔 對 好甜喔 這是什麼 這是斷木香菇 這也是我自己煮的 茶菇 這跟一般的太空包不一樣 它是種在木頭上面的 它完全就是吸收木頭的養分 所以它跟一般的太空包比起來 它會比較紮實 然後比較鮮甜 香氣也比較濃郁 太空包是種在那個 它是用菌的那邊用的 對 它是種在那個塑膠的那個料袋裡面 裡面是有木屑米糠粉頭 所以它是吃到的就是一些米糠 木屑它的營養成分 那可是我們的斷木香菇 它完全就是吸收木頭的養分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香 很香 很好吃 跟你外面吃的菇不太一樣 比較紮實 比較紮實 而且比較甜 你說你們這個都是自己栽種的 對 而且是有產銷履歷的嗎 對 都是產銷履歷的 你剛才說 你之前還沒嫁你們之前在做什麼 我是保險公司的鄉立啊 有做到鄉立 你是怕不知道下去嗎 對啊 你很嫁做社會的 對啊 我叫為他 你以前就靠一支桌 賺水水的可以賺錢 你怎麼做社會這樣 打到橫橫橫這樣 對啊 叫為他 不叫人家掛他 你以前靠家在為別人 叫人家幫你寫保險 所以叫人家為他 對啊 你們家可能靠債比你更好 我跟你們家可以介紹 讓我詳細一下 好 我來問一下重點 你說你們那個 你嫁給你們家 你們家是在做社的 請問你 你們家是中屬的 什麼這個 做社的這個部分 這個內容 我先他以前的話 他是在種茶 種茶喔 剛開始 我嫁他的時候 他是在種茶 對 就是因為 後來我們茶葉 我們也有做產銷履歷 但是我發現說 為什麼 在做藥檢的時候 像他們產銷班都有在做藥檢 是 你就會發現很可怕 怎麼每個人的藥都那麼重 是喔 對 所以你才慢慢的去意識到說 農藥這個問題 其實是還蠻嚴重的 而且茶是我們每天在喝的 有的 對 這樣子喝是會不會說 有毒藥的殘留 還是 你用茶葉 你怎麼會燒多大 每天你看小朋友 送藥杯 每天都要用茶葉 你看這樣 所以你們算很有良心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做產銷履歷 對 然後就是 像以前我現在用藥 譬如說他一劑的話 他都至少要噴四次藥 我說 又沒有蟲 為什麼要用那麼多藥 這樣 有沒有 湯還沒一次把你整個都吃掉 是啊 對啊 但是他們就是 他們的觀念就是 人家一開就是要帶四次 我就是對人要帶四次 去農藥行 他就說我有什麼湯 什麼湯 然後農藥行就是一隻蟲就配一個藥 所以每一 大家看起來就是都差不多五六支六七支 是喔 對 其實這些藥 你去檢驗他每一支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每一支藥的藥檢都有出來 對 所以那時候我才開始覺得說 這樣子不對 用藥太重 所以開始跟我們人說 你的藥不能用這麼重 但是那時候跟他們講 很難講 聽不下去喔 對 因為十幾年前你要跟他說這個 他聽不下去了 對啊 所以其實也是有很多抗爭之後才 開始 摩擦 對 有辦法接受你的意見 對 才慢慢的可以接受 而且再加上我們農委會 農會他們都有在宣導 輔導我們這個產銷履歷 還有安全用藥 對 他們都有去推廣 所以大家就慢慢的 在用藥這部分呢 就有比較減少 其實喔 現在農營他是用一個 他本身在做農的角度 他不是主持的 他是用一個消費者的心態 在經營到農業 你知道嗎 因為消費者的人他很簡單 我也要想說 我如果去買到 買到這麼多的農業 我吃到比較安心 對啊 你自己就不敢吃 你要再煮給別人吃 真的 有的人都說齁 這兩分底 正要賣 只有一分底 正自己賣 那兩分底正前 都要房子比較長 我們自己一分底 賣房子都比較長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賣家裡 有可能還要怎麼回流 去自己家裡 有可能是你們媳婦去買 或是說你們什麼人的 這個錢錢去買回去 我問你 不是那時候也是投給自己人 所以你算是一個很有 這個算 很有用心的一個農業者 你後面為什麼 還要轉型變來做這個素材 是什麼的動機 那像香菇的話是 為我們公公 他就30幾年前 他就開始蒸了 對 30幾年前我們在 在雲林館 高興風草娘 酒餅 我們那些海拔青山 青山公圈 以前我們那些 多多虎虎 都是在蒸茶菇 對 但是因為慢慢的 木頭取得比較不容易 那再加上太空包興盛 所以茶菇現在就 越來越少人家 對 但是我們公公 他覺得茶菇這個東西 他很天然 又很香 他想要保留這個味道 繼續傳承下去 對啊 所以我們沒辦法再接我們公公 因為我們公公年紀比較大 他沒辦法再做了 因為茶菇都要搬茶 你剛才這樣做 我還可以替消費者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也是一個家庭主婦 所以我去買孤孤的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說 孤孤的都沒在家 那是這個觀念 原來不是 所以我正常是做我的觀念 就對了 其實你像我茶菇來說就好 其實我茶菇 它很天然 它其實是不用用藥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去看別人的菇場 他們就 我就發現說 他們都會用 淘那個闊魚 也是糖就對了 對 它闊魚就像 蝸牛一樣 只是它沒辣 這樣喔 對 那個闊魚 它會吃香菇 我跟你說 我以前買孤回來都沒什麼洗乾淨 我都覺得說孤就是沒有家庭 所以你就一年水過吃的就孤 然後你就覺得它就是整在室內 你就覺得那個東西就是完全百分之百安全 只要頭前那個有沒有 那瘦瘦瘦瘦瘦瘦瘦的 我就會推薦煮 原來這樣不對 對 其實是可以不用用藥 但是有些人他們就是 觀念可能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好 他們還是會用藥 因為其實我買我也跟他們說 我說其實那個糖 闊魚也吃不到你幾類香菇 你為什麼 你又 你吃香菇 又沒有你這罐油那麼多錢 就對了 你看有的人 做高麗菜幾次 一開要做四次 你不要農藥就沒有高麗菜的錢 對啦 因為他賣一個五塊三塊 我問你家那麼多農藥就要做什麼 對嗎 所以有些人就是覺得我家新安 其實就跟我先生以前一樣 人家都家那麼多次 我就是要家那麼多次 你新安我們就吃料理新安 對不對 所以說像你這種農藥 可以延續下去 我覺得對我們的環境保護 或是像我們的消費者 真的是有補充 我現在還要來 跟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月底 因為這是你們自己種的 你們都知道很安心 對不對 你也吃了覺得很安心 但是啊 因為你們種的也悠閒 品種悠閒 你也是一個為人妻 為人母 我也是一樣 但是在我們中部的時代 我們的好朋友也是一樣 你可以理解一下 像我們是消費者的角度 我現在來菜市場買菜 我不可能我大家都很考慮 像你去買菜 請問你 你會去超市買 還是去我們的傳統市店 我是兩個都會去買 但是後來我因為我比較 覺得會有那個產銷履歷的那個 問題 對 所以我現在會比較常去超市 或者是大賣場買 不過我現在還要 替我們這個電視機的一些 事大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人說 保守的既觀念是好事 但是有的既觀念會很困擾 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以前我們的既觀念會覺得說 去買菜就是 夭壽喔 那農油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你知道嗎 那回來 那水就要放給老抽15分鐘 不然就是反正 反正有農油廚的那個 就要把那個過身 擺出三明雕 裡面的 還要用水搶 甚至有什麼 還要加鹽巴 不是在洗菜 是在洗菜 鹽滴滴滴 還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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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如果說像我們這個有殘消履歷的 這個既觀念 這樣是感染嗎 還是說妳有什麼屁股 要跟我們第一期的觀眾朋友說一下 包括我就說 像我們殘消履歷的菜 要怎麼來料理啊 這樣覺得說 妳有這個 自己本身的這個 理念跟你的屁股 可以跟妳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們殘消履歷的蔬菜 它在這個用藥的部分 它其實非常的那個嚴格把關 因為它所有的用藥 我們都必須在上面登陸上去 而且我們農會農委會 他們定期他們都會做抽檢 對 所以其實它的 而且它的用藥標準 都在我們的標準的安全值範圍裡面 有些甚至可以做到ND 沒有農藥殘留 所以其實它沒有什麼農藥殘留的問題 那妳是說不用洗了嗎 還是洗一下 所以像我買回去的話 我就是直接 就是稍微沖洗一下 那個簡單的沖洗一下 就可以下去煮了 所以妳要用生 還要倒很多鹽在生就對了 對 意思說它有一個規定 安全的規定裡面這樣就對了 對 像我們這個 我剛才覺得 看妳的料理這項 我們這個有殘留妳的菜 真的說的 我覺得妳老實說 裡面都沒有農了 沒有農米塑粉 沒有啊 就只有加鹽巴而已 它很鮮甜 它真的是甜甜喔 媽媽妳真的 妳如果去買殘留妳的回去 妳煮看看 唉唷真的不一樣耶 我們外面菜妳都會想說 要蘸一點米塑粉 這個都不用 都好甜喔 對 那剛才我 在我們剛才 我跟妳開工的時候 我會問妳 妳都去傳統市場去超市對不對 當然去超市市場 妳去買菜的時候 當然就是很安心的 在我們的超市 它都直接就像這樣 會貼這個標上了嘛 對不對 對 啊像妳 妳一開始妳如果想說 妳去那個超市 妳怎麼會看火去 像我跟妳說 我那天 最高最高的 那天我就跑去全差去看 全差看齁 我告訴妳 不是可以帶這個固定的耶 還有帶髮種的 妳像這樣 妳怎麼會覺得要灰灰 怎麼會 這個不會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農委所推廣的 就是我們有三張EQ 那所謂的三張EQ 就是第一個張就是 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 那還有一張就是有機標章 那第三張的話 就是我們的產銷履歷標章 所以總共有三張 三張 對三張 那EQ的話就是這個QR Code 它會有一個 台灣追溯履歷 這個妳只要用手機一掃下去 妳的生產者是誰 那種在哪裡 妳的一些農地資料 還有妳的農產 農作物的資料 就會顯現出來 對 所以都不會照相 那這個是不是比較通用 這一個是最常常看到的 對 產銷履歷比較多 那像有機標章的話 就是完全都不用農藥 像妳去超市這樣 看到那個標籤 妳這樣真的看得到 妳怎麼會不會清楚 對啊 其實在那我以前 還沒做產銷履歷進行 其實我真的搞不清楚 對啊 然後我就是 其實就是依自己的經驗下去買菜 對 妳就不會 不會 不會特地去挑選什麼 什麼有履歷沒履歷的 但是後來自己做了產銷履歷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去挑選 有認證的蔬菜 那但是其實它的價格上 還是會跟傳統市場上面 有一些差距 會比較貴一點點 對 會比較貴一點點 其實做媽媽說真的不簡單 尤其我們電視機 都是中部大廚 從小的時候 從那個比較 算說 在比較傳統的媽媽 他們都覺得 整個不好的生活 就開始會清金清了一百菜 這多少幾年 花了幾塊 都要穿 都要穿 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拜一都說 我們不要說價格 不要說價格 如果是妳 妳的經典 我 我是要經典比較讚的 對啊 如果是妳的經典一種 對啊 也是會經產銷履歷 其實覺得 比較貴一點點 但是我們吃起來 還不太 所以我也是會經產銷履歷 或者是三張EQ的 這些蔬菜 三張EQ是誰做什麼 對啊 因為我們中部 都跟三張EQ 她是沒辦法 對 沒有讓他們看標籤 他不知道 像我目前的三張EQ 就是 這個 第一個是有機農產品 這個是完全就沒有用藥 無農藥就對了 對 第二個這個是 產銷履歷認證 是 就是目前我們比較多的 這個產銷履歷 那還有一個就是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 是 然後第三個的話 這個EQ的話 就是我們台灣追溯條碼 那這個我們用手機 其實去掃一下 所有的 它的生產者的資料 它的農作物的資料 都會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無法照顧 對啊 你可以更了解說 我們這個蔬菜 它的來源是哪邊 會更有 那個更安心 是 對 剛才你有說 我們平常是 去這個 超市看到 你會覺得很安心就對了 像去我們的傳統市場 例如說我們去傳統市場買菜 價錢會比較翻譯 但是我們又想要逛到 那種有產銷履歷的 你把它想像現在這個大環境 什麼都在騙 你敢做那場銷履歷 怎麼騙人 這是我們消費者 對啊 會去很關心的問題 你覺得敢有可能這樣 應該是比較不容易去造假 真的 因為其實現在 現在的我有一些客人 他們也是在傳統市場做 但是他們的話 他們雖然買大箱的去 但是他們可能會在旁邊 再標示說 我這個是產銷履歷的蔬菜 那它的來源 它一樣會把條碼放在旁邊 對 所以其實 有些傳統市場的人 他們現在已經慢慢的 有這種觀念 他們也會去做一些 那個產銷履歷的 那個蔬菜 那是嗎 因為我真的在想過 我又有聽一個老師在說 就是譬如說 它是整生的 整生的 但是它是沒有把他另外 那個我們說的母子包裝 譬如說政府如果像說 你要做可以賣 讓大家覺得 會有一個心情 你們可以在那個圓頭的時候 做些人那裡 就可以 子母妝就是 大箱裡面 你又把它做小包裝 聽說這樣是可以補助的 可以嗎 它一樣是算產銷履歷 就是它一整箱裡面 就是它的表情是不是 可以補助 就是你大家幫它打 大家打 會有 有 有喔 這樣你們就 拜託的你六拜這樣 對啊 你比較不會讓我自己懷疑 你跟生活觀念 大節產銷履歷 這反正有幫你補助 你就比較清楚 這樣搭檔 等一下 就可以買到比較安心 不要覺得麻煩 就是給它貼一下 對 對 實際上你們那裡都沒有超級 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盡量去找 這樣子的話 就會買起來比較安心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電視機觀眾朋友 露宵來看我們這個 生活真美好之後 慢慢對我們的這個 產銷履歷的重要性 對啦 真的 因為不關是 我們政府在推動 還是說我們農友自己 想要來 提醒自己的農業品 其實我跟妳說 產銷履歷真的是 對我們消費者也好 還是對我們農友也好 其實是真的說的 都是很好的幫助 對 而且後來我們的後一台 剛才我們現在 我們的環境當中 會很安心 因為我們的環境 沒有去受到污染嘛 所以說你們這個土地 我們住的是一個 非常乾淨的土地 所以說不是只有吃到安心 我們也住在做安心 對不對 我們的履歷 對啊 因為妳本身 去參與我們的產銷履歷 妳應該會感受的特別遷 對啊 其實我們政府 它現在一直在推動這個 產銷履歷 其實它有對我們農民的幫助 非常的大 妳像她常常會開一些課程 農藥的課程 來教育我們這些農民說 妳要怎麼去安全用藥 那也有定期的去抽檢 讓我們吃得更安心 那而且它在很多方面 都有做一些的補助 對像我們產銷履歷的話 我們也是都有補助 對所以其實以農民來講 我真的覺得受惠非常的大 那以一個家庭主婦的立場來講 我就覺得說 我吃這些東西是很安心的 我買這些3張1Q的蔬菜 我吃到很健康很安心 但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今天應該收穫不少對不對 其實我們可以讓我們觀眾朋友 更實施我們的產銷履歷 也可以讓我們政府把我們推動 再來加上我們的農友 大家的配合 可以讓我們大家吃得更安心對不對 對 讓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買菜可以減很多困料 謝謝我們今天錄影到我們的 生活真美好的生活當中 我們的觀眾朋友來探討 希望我們下次生活真美好 再見囉 Bye Bye 我是支持你 一點點 誰 我就是來解決 謝謝你 我們來選擇